他把枝蓋掉了 变财不断 念定种词变财不断有讲吗 还没有吗 所以他这个又又盖错了 因为我们讲的很慢 这个经不好讲 其实是不是可以视着讲别的经 因为实在讲不下去 哎 唯母姐 怎么搞得刚开始就是这么那样 谁样子 大比丘大菩萨 还单单解释一个大比丘大菩萨 就要讲那么多 是让人家感到很烦恼吗 不讲还不烦恼 越讲就越烦恼 到底是谁叫我讲的 讲这一部经好难 念定种词变财不断 这个不解释也不行 念定种词 什么叫种词 念定种词 念定种词 变财不断 念 这个念字 就是我们人的念头 要有正念 八正道里面有要有正念 念就是正念 大底丘跟大菩萨一定是正念 他不会有邪念 不会有外念 这个就是念 正念 哪个是定啊 大家都会讲 一定是正定 一定是正定 这个定就是 这些大比丘大菩萨 都是有正念的 有正定的 关于这个念 正念跟正定 人魔节会讲的 什么是正念 释迦牟尼佛讲正念 无念就是正念 无念就是正念 所以我们《真佛经》里面提到 以无念为正觉火宝 以无念为正觉火宝 都没有念了 无念的时候是什么 就是定 就是正定 所以这个念定是合在一起的 当你无念的时候 你就是在禅定了 禅定还有更进一步讲 就是最重要就是无念 那 前面所说的好像是说 一念 一念 也就是 也等于是禅定 一念就是专一 一念就是专一 那佛曾经讲 这专心一致 无事不成 你只要能够 你只要能够专一 你只要能够专一 就能够无事不成 老祖曾经讲过 只要持一 就是大事必 大事必 你能够 持住一 大事就可以解决了 这个老子跟孔子 跟这个佛陀所讲的是一样 跟佛陀所讲的 是一样的 无念 你就是禅定 就是正定 正念 就是无念